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低头坐着转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十四架上所成就的一切 感谢你因着在十四架上为我们流血受死 我们才有了这永生的盼望 我们今天再一次的众儿女同心合一的来到你的圣殿当中 再一次的传扬你的圣灵 就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也充满我们 拉大家力量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能力 能够战胜我们现在短暂的困难 主啊也求主你与孩儿同在 将你的真道传讲明白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向祷告祈求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今天呢我要正道的经文是西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和二章第三节 我们大家一起先读下这一段 西伯来书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欲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欲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制大者的右边 我们若忽略这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这救恩 岂先主亲自讲 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 耶稣是谁 这个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 两千多年以来 一直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了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 我们刚才读到这一段西伯来书 是开始直接讲述了 回答了耶稣是谁这个问题 我这一次呢 想试验一下这个 讲一下这个 在我讲道中呢 给大家提供一个mini theory 所以呢 大概是计划呢 是三次讲道 这是这一次这个mini theory的第一次 第一次讲道 是讲这个耶稣是谁 就为什么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我们人应该有怎样的回应 然后呢 下边的第二次讲道的话呢 就说呢 认识到主耶稣基督 这个真理 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然后第三次讲道的话呢 是讲 是讲我们改变了自己的生命以后 怎么样去touch 改变我们周边人的生命 西伯来书的话呢 是新约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卷书 而且呢 又是非常特殊的一卷书 首先的话呢 西伯来书的作者 教会历史上呢 有很多的提议或者争议 但至今的话呢 不知道西伯来书的作者是谁 唯一知道的 唯一清楚的 是知道这个西伯来书的当时的 寿书的这个听众的话呢 是西伯来的基督徒 就是犹太的基督徒 西伯来书的话呢 又是一件很特殊的一种 一卷书卷 原因呢 是他虽然称之为西伯来书 但是呢 他不是像我们读到原来的保罗书信 或者是彼得书信 那样是一个书信 我们读西伯来书的话呢 感觉是不像读一卷书信 反而是呢 在读一个讲道 既然是一个讲道 我们就会问到的话呢 这篇优美的讲道 无论是从措辞来讲 他的修辞来讲 都是在新约圣经 甚至整本圣经当中 都是非常突出的 非常的优美 那这篇讲道 他的目的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 这个讲道的轻众 是犹太的 他的目的呢 他的目的呢 要明白他的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 历史的背景 当时在教会当中的话呢 是因为 出来教会新兴 很多的犹太的信徒的话呢 他摒弃了原来的 犹太教的信仰 而归信了耶稣基督 但是呢 教会当时面临了 很大的困难 他在外面的话呢 困难是面对着 罗马帝国的 疯狂的迫害 你信基督信仰 你原来信犹太信仰的话呢 他罗马帝国还是相当的 相当的有宽恕 不要紧 我知道你们犹太人 有这个信仰 宗教信仰 但是 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 就会有各样的迫害 你可能你的财产会被没收 甚至有的人被抓到 下为死 你的信仰而下狱 甚至会被 罗马的统治者 残暴的杀害 无论是在斗兽场中 很残忍 还是在像主耶稣一样 被钉了十字架 所以这在外面 面对着这样的迫害 而当时犹太 在基督徒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话 他们的信心又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信仰是这样子 你信 是什么 是你未见之事 你已经不是你看到的 而信了以后的话呢 主耶稣基督当时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了 看不到主 面对着外面各样的逼迫 而自己的信仰的话呢 又受到了各样的挑战 似乎觉得原来还没有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的日子还不错 一切还行 但是 我归信 耶稣基督以后 我的日子更苦了 更艰难了 所以很多当时 犹太的信徒的话 他们信心的有很多的软弱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在教会当中 对于耶稣是谁 有很多的不正确或者不清楚的认识 很多当时信徒并没有亲身的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 并不是像当时耶稣基督带来的带起来那些使徒一样 与他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 他们不是这样子 看不到主耶稣基督 至少肉眼看不到 又面对着内外的交困 所以很多人的信仰动摇 他们想着就说 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 他也许是一个犹太 犹太的好的老师拉比 他教导的这些 我觉得很没sense 很有 很有意义 所以我就信了 但是 好像我的生活 面对着更多的困难 不是我的困难够位 我的困难减少了 没有 不是这样的事情 我有更多的问题 更多的难处了 所以很多当时的信徒的话呢 不参加聚会了 就在家里 也不是说明白了 放弃他们的信仰 只是软弱了 跌倒了 不再参加聚会了 因为当时教会这种 或者那样的难处 信心动摇了 觉得在家里做的也挺好 干嘛还跑到教会里来 或者很多人的话呢 信心动摇了 好像觉得祷告 有没有什么成效 我的日子更苦了 更难了 神主在听我们祷告吗 神在听我们祷告吗 神如果听我们祷告 为什么不将这些难处挪去 他们罗马帝国那些统治者 变本加厉的逼迫我们 为什么神 如果主耶稣基督 是像那些使徒所传讲的那样 就是主 就是神 那么为什么 他的大能大力不彰显出来呢 所以说在这个这样的历史背景的时候 希伯来书的作者 所以呢在这里呢 希伯来书第一章 开宗明义 就正面的回答了 耶稣是谁 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 我们下面一起来看 先看一下 第一章的第一节 神既在古时 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于列祖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 当时的讲道的听众 就是犹太信徒 所以说这个列祖 就是他们犹太 犹太人的 希伯来人的列祖 他们晓得旧约圣经 所以说他们知道 神使用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 将属神的真理 讲述了出来 而且这我们知道旧约的真理 都指向我们主耶稣基督 预言了这位救主 弥赛亚 将士 拯救 众人 这里的话呢 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话呢 要注意 两个对比 第一个对比的话呢 是古时 对比末世 古时就是指众先知的时代 而末世 是主耶稣基督 将士为我们受死 并且复活 开启了这末世的时代 我们知道 末世 我们实际上现在就生活在末世当中 末世有很多的征兆 其中最明显的征兆 我们今天实际上已经看到很多了 就是瘟疫 战争 和饥荒 我们看到了瘟疫 我们亲身也经历到了瘟疫的横行 在这世界上 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也看到了战争 战争也是同样的 虽然很多人因着战争流离失所 甚至丧失了生命 但战争 也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下面会很快的 会已经有了这种征兆 就是饥荒的征兆 很多专家已经 在预测 全球会面临着大规模的饥荒 因着瘟疫 因着战争 这些还没有过去 饥荒可能就会降临 美国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 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多少体会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在美国 supply chain shortage 我们看到这个inflation 通货膨胀 这虽然没有到饥荒的光景 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foretaste 我们已经略微的尝到 这个动荡世界的光景 所以第一个对比就是古时与末世 第二对比的话呢 就是众先知多次多方 很多的先知 他们有通过各种各样的传讲 实际上传讲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信息都是指向了主耶稣基督 为主耶稣基督铺平了道路 而在这末世 主耶稣基督已经降世 已经复活 他的信息 这真理是一次性的 赐给了我们 而且这是神最终最后的启示 以后没有比主耶稣基督更大的启示 人也不用再等待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末世 领受了神最后的启示 这启示 就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是谁 我们接着看 主耶稣基督是谁呢 在西伯来书一章第二到第三节 这里的话呢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可以一起读一下 又早立 早已立 他主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 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主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我们知道 人是看不得神的荣耀 因为罪人 如果直接的 面对神的荣耀 是不能存留 但是 我们是有盼望了 因为我们通过主耶稣基督 能够看到神的荣耀 为什么呢 因为主耶稣基督 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我们看一件一个事情 一个物体 能够之所以能够看到 一个事物 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光 如果在没有光的环境里 完全黑暗的 你什么也看不到 我们虽然不能够直接看到神 看到神的荣耀 但是通过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够看到神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是看到神 所以主耶稣基督 就是神 他外在的表象 下面马上跟着另外一节经文 就他不但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而且他是本体的真相 不但是外在的表象 而其本质 the substance 本质 就是神 所以说这里的话呢 新来书的作者 讲得非常的清楚 无论是外在的表象 还是其本质 都与神同等 那最终的这个逻辑的结论是什么呢 主耶稣基督就是神 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 我们觉得这个是圣经当中 非常熟悉的核心的真理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个真理 主耶稣基督就是神 在对于他那些犹太的信徒 在希伯来书当时的年代 这是一个化时代的真理 这个真理的领受 改变了当时当时一代的人 也从此改变了这个世界 至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以来 两千年一将 至极限上无数的人 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主耶稣基督是谁 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会改变你的人生 会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很多人并不认为 是主耶稣基督 也不认为主耶稣基督就是神 很多人认为 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人的智者 可能有人根本不相信 主耶稣基督是历史上存在的人 在这世界上存在的人 是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 一个美好的想象 也有很多人问 这世界上很多的宗教 都是劝人为善 为什么要信主耶稣基督呢 这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问题 也是经常听到别人会问的一些问题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有一位印度的朋友 我们知道印度 他是大部分人是信仰印度教 印度教的话呢 是一个多神的宗教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偶像 idols 所以很多的多神 我这位朋友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印度教徒 为什么呢 我知道我认识他很多年 他们印度教 因为他有很多的神灵 很多的这种偶像 所以呢 他的这种宗教节气 非常的繁杂 非常的复杂 很多的印度的 他们本土的这些人 有时候都搞不大清楚 觉得太多了 但是我这位朋友的话呢 他非常的敬见 所以呢 一年当中他非常繁忙 他一会儿又是这个纪念了 一会儿又是这个时候 我当时还说呢 说人家这个 我当时 有一次 他到他们家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说 他在外边呢 挂满了彩灯 我看他奇怪的 说这 这大夏天的又不是圣诞 你挂这彩灯干嘛 他就给我解释这个 是 因着他们印度的一些宗教 解释半天的话 我也没大听懂 然后呢 他甚至呢 不思辛苦的 去开车到 潘西威尼 去买很多的那种 大乡大乡的那个爆竹 然后呢 说然后 这个 到时候呢 把 内部户的一些人都招聚来 然后就开始放这个 爆竹 放这个里话 然后为什么呢 我说这个不年不节的 干什么呢 这是 他说 你都不懂了 这是 这是就是信仰 然后呢 我呢 因为认识他很多年的话呢 有时候就忍不住 给他传福音 但是这位老兄的话呢 特别的反感 他是一个非常 相对来讲 很nice的一个 personality 很好 很适合相处的 而且呢 他是 就是各方面的话呢 都非常的优秀 我们知道这个 他是做IT的 很多的时候的话呢 印度这个 这个移民做IT的话 很多他是不是来这里 去读书啊 或者怎么样 他直接就是在 就在印度的话呢 学两门加瓦课 或者两门拍档的课 就跑这儿里来 就可以挣钱了 就可以淘金了 但是我这位 朋友的话呢 他是非常突出的 他早年来美国的话呢 读PhD 后来呢 去在IT呢 做得非常的成功 我在给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说 你不要跟我提这个 我最反感别人 讲这个耶稣基督 说在美国 我尊重你的信仰 你也尊重我的信仰 你讲那些 我不要听 而且我的神 对我很好啊 你看我 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成功 至少在事业方面 我认识他十几年 我当时刚认识他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 我当时还在开一个很旧的 一个我的投业他的时候 我在开我投业他旧车的时候 这位老兄 已经开上他崭新的 Mosili Bans 而且是 他的这种 UV款的 大型的 Mosili Bans 奔驰 所以呢 开始来 特意的到这个 周围的 美国图的绕一圈 大家这个 他的印度的老乡 羡慕得两眼发光 那时候别人还在 猪尔帕们的时候 他已经住上了大的house 非常的成功 所以 有的时候的话呢 你想想说 真的是 可能大家有的时候 没有体会了 就说这个 实际上华人移民到美国的话 还是蛮艰难 因为我们华人在美国 主流社会的话呢 接纳程度 还是很困难 大家如果有体会的话 你比如说在IT 你越往高层做 你这个 美国这个 高层的主流 对 印度的接纳程度 是远远的超于 我们华人的 我们华人的 被主流的 美国主流社会的 接纳程度是 完全不能跟印度的 相对比的 你举个例子 你就看看那个 硅谷 Silicon Valley的这些 这个CEO 有多少是 印度裔的 所以呢 这个可能我们平时 没有什么体会 觉得他们也是 他是这个 他是马公 我也是马公 对不对 差不多 实际上差太多了 而且呢 我这个印度朋友的话 是在印度移民当中 也是算是属于佼佼者 非常的骄傲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我跟他聊聊天 有的时候好久 都没见他 就最近一次的话呢 跟他聊天呢 大概是一两个星期以前 我又好久没见他了 我就正好碰上他 我看他跟以前好像不大一样 好 看起来心事重重的 我就说我好久都没见到你了 说你过得还好吗 就这个是一种实际上聊天的一种礼貌的问询 并不是 并没有 并没有想的话会怎么样 结果他一听这个问话 他一把就把我抓住了 然后这句问话开启了三个小时 整整三个小时还多的 一个就说这个 这个这个掏心掏肺的这个谈 他怎么回事呢 他是确实是回印度了一段时间 大概三个星期 他是因为他的一个被侄女结婚 你知道吧 印度文化的话很有意思 他们结婚的话 可是一件大事 那这个宴席至少三天呢 请了不知道多少人 你即使这种像他这种 像侄女一种近亲的话 即使在全世界各地 也都要回去 对 要要吃这个婚宴 所以呢 他高高兴兴就回去了 引住了三个星期 又吃又喝又玩 就他回来以后的话呢 他这个开他那辆Mercedes Benz 就发现他的车开不动 当然他这个Mercedes Benz 十几年前是展信的车 但现在已经是老车了 但他特别喜欢这辆车 他一直不愿意换一辆新车 结果呢 他开不动了 没办法之后 叫拖车公司呢 就拖到了这个 dealer 当时那个McCannick 看过他车以后呢 说是engine 他的这个车的engine 已经报废了 说你这车这么老了 engine又坏了 修这engine的这个钱 已经超过了你车的这个价值 你要不要就是说 给他这个报废算了 然后那个 我呢就说我看你这个 他一听的话呢 觉得就说非常的 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非常喜欢这辆车 结果呢 他那个就说 他看你也是 很伤心的样子 我就do your favor 就是当时那个 这个McCannick就说 就说你把这车卖给我 我们这个 McCannick这个shop 我给你100块钱 他说 100块钱 就跟那白送一样吧 他说你的车确实是不值 超过100块钱 就take or leave it 我就拿着100块钱 然后他想说 我是有到时间去 应该去买张车了 对吧 我这刚从 刚从印度回来 我这个 还没收拾好东西 我就去 先去买张车 因为车不行啊 去买张车 他在想要买什么车的时候 这时候呢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real estate agent 给他打电话 就这房屋中业给他打电话 他很奇怪 你说打电话 他就接电话 说怎么 有什么事情啊 他这个中介他认的 他原来打过交道 那个 他说这个 哦 你这个 你那个房子的话呢 已经 已经准备list 去 去卖了 说呢 有些手续要需要办 你赶紧抽工夫到我的办公室 去办一些手续 他一听说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或者说你是没睡醒了 还是怎么着 或者说他还在没睡醒 他说他这个 他的房子要上市 要卖的话 他怎么会不知道 说这个 这个 这个简直是这个 他当时就愣了 你知道吧 他说 谁 谁把我的房 把我们家给要卖 谁谁干呢 他说 你有没有打错电话 结果的话呢 他的这位 real state agent的话呢 就说 哦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的太太已经跟我 干了很久了 准备这个很久了 现在已经 马上就要上市了 他说 我太太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事情啊 说这个 我刚从印度那边回来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怎么会 怎么着 我这个房子 我再晚回来一星期 我房子就不见了 然后那个 他说这怎么回事呢 然后他呢 就去打电话 疯狂的打电话 给他的这个太太 他的妻子 在问怎么回事 但他们怎么打 也是关机 找不到他的 他的太太 结果呢 冰了一声 他的手机 收到了这个 一份这个 电邮 他打开这电邮 一看 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是他太太的离婚律师 给他发的离婚协议书 他太太呢 已经正式提出离婚 然后呢 并且通知他 尽快回家 当时他还在那个 dealer 想着这个 要买车呢 然后尽快回家 收拾他的东西 所以说呢 他呢就回去了 他的太太没在家里 他家里呢 就是说很凌乱 所以呢 当时的话 他跟我在 坐在我家里 跟我讲述的时候的话呢 他都快哭出来了 他当时跟我这么讲 他当时就拿了一个箱子 就是一个纸箱子很烂 一个纸箱子从家里翻出来 他呢就在想就说 哪些东西 他觉得对自己是valuable 他就放在那个箱子里面 他准备带走 结果他 折腾了 半天 这个 这个箱子 纸箱子 还没有装满 他觉得这个也 没什么value 那个也没什么value 他认为有纪念的 他就装 装在他那个箱子里面 后来他当时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就这么跟我讲 叫我的名字 他跟我讲 他说 当时那一刻 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情 他来美国这么多年 他到美国很多的城市 他看到美国很多的这种 homeless 无家可归者 他当时 当时还在想说 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 为什么有这么多 无家可归者 这么homeless呢 他说他那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 他说你知道吗 在美国是一个很容易成为homeless的社会 你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你就可能homeless 他当时在想的话 当时他在美国来 辛辛苦苦的打拼 到头来 他就端着他那个箱子 他那个破纸箱子 他那纸箱子里面 就是他认为还有一些意义 他就跟我讲 他就拿手笔着 就这么一个 很不大 大家可以想象 不大的一个箱子 他就说 my whole life just reduced to whatever in this box my whole life that's it 他一个月以前 还是智德意满 一个月以后 就好像 他的命运给他开了一个非常 这种 dark joke 他车也没了 房也没了 太太也没了 家庭也破碎了 他失去了所有 他所原来认为宝贵的东西 当时他就 三个小时在我们家里哭诉 他所经历的这些 后来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可能呢 当时呢 也不适宜问这个问题 因为他是这样的当 这样的当币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他这个问题 我就是说 你不是每次 很经常的去 你们印度教的这个tempo 他的叫这个 宗庙 经常去 然后又注重他的各种的习惯与节气 还不时的去捐钱 你遭遇了这个事情以后 你有没有 回到你的印度tempo去 去问问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或者说有没有人去帮助你 somebody help you 你跟我讲 nobody 他现在也不去了 因为他也知道他去了也没用 nobody willing to help 他在 他印度tempo那些朋友 他所认识的 无论是他们当时 当在的他的 那些神职人员 还是 他的朋友 没有人 愿意来帮助 他只抓住了我 我也不是印度人 但是他的 抓住了救命到好 一样的抓住了我 讲这个 他的这个 他就想 说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今天就是homeless 我的 他那箱子 准备 他那箱子 他给我看了一眼 在他那个 租的一辆车上 我的 生活 生命 就是这个 就正 生这个箱子 那箱子还没装满 那些杂起杂吧 这些东西 这就是 人生 这世界上很多人 他觉得自己是 成功的 自己是没有需要 我在家里做得很好 我又有房子 又有车 我也有一个满意的家庭 但是很多时候 他们就没有想到 这些是转瞬即逝 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就不见 所以说呢 我在这里分享这个 我这位印度朋友的一个 他的这个经历 也是让我们弟兄姊妹 要有智慧 知道我们生命 生活当中 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至关重要 什么是 转瞬即逝 你可以在你做一个 mental exercise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说你拿着这么一个箱子 你要把什么放在那箱子里面 那只箱子里面 所看中的那些 都是抓不住 圣经当中 传道书当中讲到了 说人生 什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唯一我们知道 确实的都知道 每个人一定要死 今天我们还住在 我们的大房子里面 觉得我们一无所缺 明天可能就成homeless 这就是人生 真实的景况 当时出在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们那些弟兄姊妹 为什么面对着 各样的迫害 各样的困难 还愿意来到教会当中 愿意follow 我们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真正的明白 什么才是人生重要 不可或缺的 什么是可以丢失的 可以放在身后 所以他们来到了教会 他通过他们的信 改变了他们当时 所处在那个时代 今天我们教会当中 弟兄姊妹 同样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困难 可能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挑战 跟他们当当时面对困难挑战 完全不一样 他们面对的是 政治的迫害 是罗马统治 对他们的迫害 他们可能因着信仰 会丢失他们的财产 他们甚至会被信仰 丧失他们的生命 但是那些弟兄姊妹 一无反顾的 跟踪了 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弟兄姊妹 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 是一个有信仰自求的环境 你不会因为基督信仰 你会被抓起来 或者你的财产被没收 或者被冰十字架 为主殉道 不会的 但是我们面对的同样的 甚至比当时更加隐蔽的 各种各样的挑战与困难 因为今天人的心 是被世界上 各种各样的偶像所捆绑了 我们讲的偶像的话呢 不是我们临时 我们讲的这个 拜一拜的这种偶像 是各种我们生命当中认为 是 认为是 属世的各样的产累 所以呢 是被 困绑了 不愿意来到教会当中 所以 动不摇了 没有能力 软弱了 但是今天 我们再一次 读西伯来书 再一次看到 我们应该怎样 有怎样的回应呢 西伯来书二章第三节的话呢 想得很清楚 我们若忽略这 这么大的救恩 怎样陶醉呢 这救恩奇书 主亲自讲 后来是我们听见 人给我们证实 我们领受了 这样的大的救恩 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受死 我们如果 在这个时候 软弱了 放弃了 这个信仰 我们怎么能够 陶醉呢 所以说在 西伯来书四章 十四到十六节中呢 这里的话呢 这个 西伯来书的作者 这里又在讲 我们既有一位 已经升入高天 尊荣的大祭祀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 所承认的道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 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的 来到他诗人的宝座前 威尔德连续 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世界上 其他的这些神呢 和宗教 没有一位 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 因为他 他 虽本是神 但他放弃了天上荣华 将士为人 受尽了世上各样的苦难 并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流血 我们怎能够 因着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 而软弱退后呢 我们怎能够放弃这信心呢 我们有盼望 因为我们的主 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所以 我最后的话呢 以西伯来书 十二章 十二到十四节 做一个 总结 所以 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 是瘸子不致歪脚 反得痊愈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的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 能 见主 所以 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挺起来 因为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他本是神 我们生命至关重要了 我们已经得到了 求主 给我们力量 能够再一次 坚强起来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 新白书 感谢你通过 你的话语 再一次的 调望我们的信心 主啊 我们知道 你本是神 你为了救我们 你放弃着天上 一切的荣华 降世为人 受尽着世上 一切的患难 并且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受死 我们领受了 如此大的恩典 我们怎能够 怎能够因着 我们所面对的 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 而放弃 而退后呢 如果我们领受了 这样大的恩典 我们如果忽罪了 这样大的恩典 怎能陶罪呢 我们知道 这世上 我们人所 看重的 愿意抓在手里 实际上是转瞬即时 只是实际上 抓不住的 我们所至关重要 人生所至关重要 你已经在这 永恒的恩典当中 已经赐给了我们 祝求主 你再一次的 你的圣灵 再一次充满我们 眺望我们的信心 再一次你的力量 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弟兄姊妹 再一次来到 你的十人宝座面前 再一次坦然无惧 来到你十人宝座面前 得到你那 从天而降的能力 使我们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再次的挺起来 因为我们在 你里面有信心 虽然我们以前 有各样的软弱 各样的跌倒 但是我们不绝望 因着你与我们同在 你就是神 你的能力 世上任何的权势 都胜不过 就求主你 你的灵 再一次的充满 激励我们 保守我们的教会 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生活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祷告祈求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